對 沒有幫你當成老闆 就是員工真的會把我吃得濕濕 尤其是像可能因為他們年紀都比較輕 像有的時候我進辦公室的時候 然後員工可能正在看什麼 YouTube頻道啊這樣 然後我想說上班時間耶 然後我就走過去說 嘿 你在看什麼 他就跟我分享在看什麼 然後我先想說 他不是在白目 然後你不是說我直接嗎 我就直接分成一間 對啊 我直接我先 沒有說先不要看啦 我就先不要看 你不要看 我說你真的要班耶 你那不錯啊 分享一下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我這句話的意思就是 現在就是要賣時間囉 然後或者是我遇過那種 就是我也是進辦公室 他就在那邊玩手機打瘦油 然後我心想說 你在玩什麼 然後我就是 他就分享給你 然後最後一次我就說 你忙完囉 然後他就說 那個班長 我跟你講 現在那個我們三缺一 什麼意思 就是 叫你加入 還揪我 哇 揪盤 真的是 幫我當同事耶 所以就是我在公司的 那輩分滿小的 這部分我還在學習當中 那你後來會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就是故意板個臉 然後裝得比較威嚴的樣子 我有試過 因為我有一次是 真的在員工面前生氣 就是當時 譬如說我叫飲料 要帶來電視台請大家喝 我就說明天12點 我會就是叫飲料 然後其實因為我還想說 不要讓他們騎車 因為那天會下雨 我就說那我去拿這樣 然後就隔天12點 有到店裡的時候 三個員工在那邊 來來來來來來 玩 然後我說 我的飲料呢 然後他們說 忘記了 我說什麼意思叫忘記了 然後我就活著上來 然後我就臉很臭 說現在立刻 50杯準備好 我叫你們自己送過去 然後就很生氣 我就走了 但妳這樣 我們沒有覺得生氣 真的嗎 我剛剛很生氣耶 好白 那我就很生氣 還滿可愛的 對啊 還滿可愛 生氣起來還滿可愛的 沒有 我是 然後員工還抓妳一下 啊好 對 然後他們說 好好 我們先要鬧 然後因為我已經很生氣囉 然後我這樣 疊很臭的走掉 我想說 知道厲害了吧 嗯 然後我就 哈哈哈哈 知道厲害了 我們是走過去的時候 才會自己說知道厲害了 然後還被聽走 整個弱掉了 不是因為 他們沒看過我生氣 所以我覺得那次 算是我第一次真的 生氣的樣子 他們有感受到嗎 我當時覺得有 因為他們很認真 看來做飲料對不對 然後因為我不是說 你們現在就是 做好50杯 送去哪個電視台 他那個香圈現在是你的員工 然後他犯了錯 等一下 生氣生氣生氣 嗡的嗡的 嗡掉的嗡掉的 我昨天交代你的事情 為什麼沒有準備好 我說今天12點就要拿來 為什麼沒有 就沒有啊 這是你應該有的態度嗎 沒有我等一下幫你準備啊 沒有等一下 我說12點 現在已經1點04分了 確定嗎 1點04 好啊 你是不是不想領薪水了 沒有不好意思 你知不知道你的薪水 已經是我們全公司最高了 真的嗎 對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不是 環天姐 我很確定 我很確定 我們不會有重陽光 不是 因為 妳有剛剛有沒有感覺到 她的憤怒 妳沒有 她沒有一個憤怒 對 因為平常如果不生氣 像她這樣笑笑嘻嘻的 其實生氣起來是很可怕的 妳要有一個那種 不是因為 因為她的語氣就太可愛了 對 因為她的聲調 會讓人家覺得很沒有威脅性 會很愛跟她聊 很想跟她聊的感覺 你知道嗎 就是Yeah 可是如果拍桌子什麼 我會不會上新聞啊 變什麼壞老闆 妳說妳就嚴肅一點 因為妳平常不生氣 妳平常是那種 嘿哈哈 可是妳 當妳真的嚴肅起來的時候 跟妳講 弄好50倍 現在立刻 我就是這樣子啊 然後新聞就出來 灌老闆 對 我這其實也很怕 所以我也沒有真的到很兇 其實 環天姐妳也懂了 我們這種身份 當老闆 現在年代已經不一樣了 對 我們就是往自己肚裡吞就好了 真的 我們委屈自己吞 不然會上新聞 哈哈哈哈 很怕上新聞 對 對 是的 保持人 啦 那